嗨 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用mustertrain 可是我们今天不开火车 我们今天来讲讲版本9766这个版本 然后它是有更新的一些挑战 然后游戏自定义那些的功能 可是我今天在这部影片我就不讲那些 那些就是大家自己去发掘 我们是来讲就是卡牌 目前卡框是有多出的四种 然后这边已经有写就是要怎么去完成它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试看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讲就是卡片的Nuff跟Buff 这样对 好 那我们先从那个巫师祖开始 自动到丁 从以前的5倍 然后现在变成了10倍 然后谢礼呢 从30倍变成了40倍 然后我们的制服之剑呢 从10倍变成30倍也是Buff 然后我们的制胜之盾 从3成变成2成 这个是Nuff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 巫师祖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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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原型就是那个强化成物源的那一个 它现在多了就是会加5的攻击跟甲5的神秘 然后其他的跟以前一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铁字吊龙 铁字吊龙就是上下就会变成玄晕嘛 对不对 然后玄晕从3成变成只有2成 然后可是呢 可是呢 还有Buff就是说固定物体也会生效 像是那个有一层的那个雕像啊 是不是不能移动 可是如果你如果丢那些卡牌 让它上升或者是下降的话 它也是会被玄晕 然后像是那些会在外面飞的那些Boss也是一样 如果你丢给它们那一个上下层的话 它们也会被循运这样子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不稳定计数器 不稳定计数器好不好 不稳定计数器呢 它以前是0费到3费 然后它现在变成了1费到3费 所以是一个Nurve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最爱用的一组断钢 一组断钢抽两张牌变成了抽一张牌 嗯 超惨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变动就是复仇嘛 复仇嘛 复仇这方面如果说它被 就好像你那个复仇会获得余境 那你那一只被打死的话 它也是会出发 同样的在敌人身上也是会出发这样子 然后还有多了一个状态 新的状态 可是这状态我后面会说到 因为只影响到一张卡 对只想影响到一张卡 好 那我们现在讲些愈模 愈模的话 嗯 愈模的话 然后我们的暴怒增加 对我们暴怒 从一暴怒变成二暴怒 然后这样子慢慢堆立上去 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是3啊 我因为是4跟6 结果这个是3 好 2 3 5 它就是有一个加2的一个概念 一个buff这样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单位好了 狂乱满兽 狂乱满兽 的那个额外攻击 从加2变成加3 就是那个狂都可以获得额外攻击嘛 从加2变成加3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汉刚驻守 从加15变成加20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恐魔灵主 超强的 然后从加3攻击力变成加5攻击力 然后它的生命呢 从20变成了25 生命从20变成25 所以就变成一个超强的一个单位 好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法术 法术有更新的我记得 暂怒仪式 暂怒仪式 暂怒仪式从加6狂怒变成加8狂怒 所以这是一次buff OK 我们可以讲的新状态就在这边 不堪一己 如果该当未失去生命值 就会直接死亡 超粉 超粉 好 我们独甲之数呢 现在就多了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状态就是 除了超粉以外 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词 而且 这张卡 变成了 不能放在敌人身上 所以想用那一个不堪一己 在敌人身上 让他致命死亡的话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 官方可能想到 你们会这样做 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 把这个卡片 变成说 你不能放在 你不能放在敌人身上 超级nerf 以后不能用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抉择吧 抉择 抉择 抉择我们先讲他的英雄 我才忘记他的英雄 英雄 我们的爆炸 爆炸 爆炸从15点 变成了20点 然后呢 就是30点 变成了40点 就只有这两个改动而已 那我们现在讲下卡牌 抉择的单位 抉择单位的话 剑壳赢者 剑壳赢者 从3攻击力 变成5攻击力 我还是很嫌弃他 加一点点攻击而已 我还是很嫌弃他 然后破碎剑壳的话 他是从加2 就是他杀机会有加2攻击力 变成加3的攻击力 然后我们的藤蔓之母呢 就是会给你那个折刺的那位 那位老蛙 他的生命力从20变成35 可是官方那边是写4神 游戏里面是35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问我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枯萎白木 枯萎白木呢 他攻击力从5变成15 就是增加攻击力加10这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讲下法术 我们的新火锋软 这张卡刷新的 因为以前的话是 抽一张卡牌 抽几张 抽一张是抽两张卡牌 然后就变成费用0这样之类的 那个法术嘛 对不对 他现在呢 是你下一回合会减两张牌 可是你每回合呢 就是会加1的那个语境 然后持续整场战斗这样子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的钢铁强化剂 从1费变成0费 一个buff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嗯 新火锋软这张卡牌的变动 是蛮不错的啦 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 算是一个buff 之类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剃刀 地刃 从加8的攻击力 变成加4的攻击力 这是一个很强的buff 我真的觉得很强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觉醒 觉醒的再生 从加4变成加3 的一个nerve 然后我们的生命轮回 尖刺从加4变成加3 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nerve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是 这个 嗯 除了接下来的荣丝以外 影响最大的名尾 看到都很伤心的名尾 呃 我们先从无名海妖 无名海妖 无名海妖的狂怒 从加1变成加2 算是一个buff 然后深海海妖的话 从加1加1就是咒语嘛 加1加1变成加2加2 是一个很强的buff 我觉得就是很强buff 前buff嘛 我们的寒平封印 从1倍变成2倍 我们核心石图腾 从1倍变成3倍 我看到这两张牌的时候 我顺时感觉到绝望 好难过哦 好 接下来就到我的名尾道丁 名尾道丁的话 双冻从1倍变成5倍 一个很强buff 5倍真的很强 我觉得5倍真的是有点扯 哦 只要5倍呢 现在的寒冰 以前只能跌到99 哎没有 跌到999嘛 现在能跌到9999 就是一个 加水倍的概念 很猛 虚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跌那么多 好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太坦蟹礼 太坦蟹礼的攻击 从25变成30 一个buff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们的 名尾之礼 名尾之礼呢 它是从2费变成3费 一个nerve 然后我们的名尾复符 也是一个nerve 它的弱化从3变成2 从3变成2 然后还是一样是3费 感觉好难过哦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名双雕像 名双雕像的话 它费用也是一样 从2费变成3费 所以我再说这个 名尾复一个大nerv 真的是有点惨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 登登 银主 银主的话贪死者有改 好不好 贪死者 贪死者的2等跟3等呢 变成就是 以前好像是加5而已 现在是加7加3 然后这个我记得好像没有造加血 现在是加15跟加5 所以变成超强 贪死者变成超强 我觉得这个 贪死者就要起飞了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民主的单位 OK 现在的影翼被吞死 不归类为死亡 所以呢 就好像就是熔石的收割啊 然后就是 呃 敌方的那种死亡 会触发 全部都不算 好不好 因为他被吞死 不归类为死亡 这个你们要记住 这个 可能之后你们打熔石啊 打那些死亡触发的英雄都会用到 好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的就是 我们的影者影翼 影者影翼的血量从4变成5 然后他被吞死 以前是加3 现在是加10 然后我们的熔岩影翼 熔岩影翼的攻击 从3变成4攻击 然后刺下去就是被吞死的话 也是一样是加3变成加4 然后我们现在来来我们的 哦不用 还有一个 熔若看守者 熔若看守者的那一个 生命从10变成2 然后我们的鱼金钻鱼呢 以前是需要4容量 现在只需要3容量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影翼制造者 影翼制造者 他是攻击 攻击从0变成5 然后他的生命力从10变成1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适应者 适应者的话 他的以前超费 他回复只回复5点生命 然后造成4点伤害 他现在是回复10点生命 然后造成10点伤害 嗯 诶我开始说错 以前是回复5点生命造成5点伤害 现在是造成10点伤害 然后回复10点生命 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超猛的那个 暗影破城亏雷 暗影破城亏雷的荣量 从5容量变成6容量 所以变成时候 你前期可能丢不太出来 对你要等到后面你增加容量之后才能丢得出来 就一个大乐福 算是一个大乐福 算是一个大乐福 我觉得他把容量增加强 真的是有点过头 呵呵呵呵 可能觉得啦 好 我们现在回到法术 生产风险 获得余金从2变成3 对 获得余金从2变成3 然后我们虚空那个虚空禁锢 虚空禁锢的以前是零费 现在变成需要一个余金才可以读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后面 后面的话 能量接取 能量接取 能量接取的狂怒 从4变成3 所以其实还好而已 我个人觉得还好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们的 呃 遗物 神器 神器的话 我记得是金牙 金牙的话 从2 就造成2点伤害 变成3点伤害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改动最大的 荣斯 荣斯啊 荣斯 荣斯呢被弱化了 他这个呢 一等 还记得一等是6060吗 现在变成5050了 所以他这个算是一个nerve 好不好 这是一个nerve 然后现在这个收割的话呢 收割以前只有加5生命力嘛 现在变成说会有加1生命 加1攻击力 加2攻击力 然后是加3攻击力这样 然后我们黑暗呼唤呢 以前是一等只能 呃 改造一个单位 再是固定 固定三等都改造两个单位 然后呢 深等的话会增加他们的攻击力 然后三等也是会增加攻击力这样子 好 哦 哦 荣斯的单位 哇 荣斯的单位感很多耶 四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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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组残渣以前是1费 然后现在变成了0费 然后我们的许愿毒灵也是一样 以前是1费 现在只需要0费 然后我们的赏击猎手呢 以前是加霸 就好盲鱼嘛 盲鱼死掉的话会加水攻击力嘛 现在是加霸攻击力 以前是加水 现在是加霸 一个Nerve 然后我们的死亡突破者 他是改了他的那个种族 就下面这个种族 以前好像是木铃吧 没有记错的话 那他现在是一个无形者 对他现在已经改了一个种族 然后我们的蜡油爆破 以前是造成35点伤害 现在是50点伤害 然后我们的燃烧蜡叶 燃烧蜡叶以前潜行是1 以前只给1个潜行 现在是给2个潜行 然后我们的死蜡之法者呢 以前加的狂怒是2 就他攻击的时候会给狂怒 那以前给的狂怒是2而已 现在目前是3 然后我们的无形男爵 无形男爵呢 他以前获得攻击力只会加1 然后现在是变成了加3 然后我们的无形大合呢 他是增加了他的属性 以前是3攻击20 然后现在是10攻击25 对 然后我们的巨型蜡油 我们的巨型蜡油呢 狂怒以前只会拿2个 现在是可以拿5个 然后 嗯 还一样东西就是这一个 等一下哦 不是个母 对不起 OK 现在呢 我们的墨灵单位呢 全部就有1.3mm 对 全部改了 就全部就有1.3mm 没有其他改变 就大概是这样子 呃 这个是单位啦 他单位就只有这样子 虽然说只有这样子 但是还是改很多 改超多 天啊 OK 好 接下来到我们这边 这边的话是 蜡油滴落 蜡油滴落呢 以前是2费 然后现在是变成1费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旋云 以前是没有旋云的哦 现在是有旋云 然后就有1 然后接下来还有的就是我们的 啊 烟雾缠绕 烟雾缠绕 贝那斧 从1费变成2费 然后我们再讲下他的遗物 遗物的话是 这个 荣纳碰湖 荣纳碰湖的话以前是没有加软面 现在是有加一个软面下去 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蜡神之药 蜡神之药的话是 改吗 对 他改 所以呢 他现在第一个被召唤出来的 那个怪物会有附身 对 会有附身 改对吧 我忘记他之前的那个 他之前的重要是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 我太久没有拿这个遗物了 哈哈哈 好 这是以上的改动 实力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啦 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 搜搜看 对于这个版本的 那个想法 我对于这个版本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民族被浮到好惨喔 哇 呵呵 然后荣石有改很多 但是能不能玩起来 还是一个问题点 我觉得他那个改造 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 荣石的英雄 那个 改造两个 那一个 可能可以玩起来 因为以前就有改造一个 蜡蛋玩的 现在的话 可能可以再回去试试看 这样子 好啦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知道 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啦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可以按个赞 然后订阅我 谢谢大家收看啦 谢谢我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